CA724超过多少确定是癌 如文医生特药专家韩晓斌 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妇产科副主任医师 CA724是一个常用的一种肿瘤标志物 那么这些肿瘤标志物 其实它并没有很强的特异性 就是一定到多少值就是癌症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 724和胃肠道的肿瘤关系密切一些 有人认为如果超过正常范围10倍 那么恶性肿瘤的风险会高一些 但是具体的还是需要结合临床的症状 还有其他的检查来判断 不能单以这一个指标的升高 就去判断是病人有肿瘤的问题 临床诊断其实它涉及的是 病人有没有什么症状 相关的器官或者系统的异常的症状 然后还有医生体检 比如说我们查体有没有摸到什么包块 另外才是我们的辅助检查 辅助检查剂包括就是比如说抽血 我们这些肿瘤标志物 还有一些影像的检查 比如说对于胃肠道的可以有造影 可以做胃镜 肠镜等等 这样才能综合去判断 不能单以这一个指标去下一个癌症的结论 很多病人在日常体检的时候 发现这个724升高就非常紧张 其实还是需要综合去判断 也有很多时候轻微的身高 也许是一些其他的良性疾病 甚至少数的正常的人 他也会有一定程度升高的时候 还需要动态地去观察 并且结合其他的症状来判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